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给大家介绍导航条的使用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是NaviBar属性 NaviBar属性是在咱们实现导航条的时候 写在整个代码的最外端 接下来是HIDA属性 这个主要用于显示Navi的头部 在这个响应式反应设计的时候 经常用到HIDA属性 然后是Blown的属性 Blown属性主要用于咱们画面左上角的 画面logo的显示 FORM属性是在导航条中增加一个表单 比如说咱们在做用户登录的时候 经常用到这个FORM属性 Write是在让咱们导航条的内容进行诱对齐 关于导航条更加详细的说明 请大家参与官方文档 在官方文档中不仅有详细的说明 同时还有非常多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然后今天咱们的原代码 我都会放到科研中国的服务器上 好 下面咱们进入具体的开发 今天的例子我其实已经提前写好了 在这个导航条上有基本的链接 有下拉框 还有表单 还有右对齐 还有一个是左上角的这个画面logo 大概这五部分组成 好 咱们现在运行看一下效果 好 大家请看效果已经出来了 左上角呢是咱们的画面logo 然后紧跟着是两个链接 再下来是一个选择框 选择框的右边呢是一个标准的html表单 可以用于提交 右边呢是一个标准的链接 还有一个右边的这个选择框 好 大概这是咱们导航条所看到的样子 然后咱们具体看一下编码 首先是一个navi tag 来标识这是一个导航区域 class呢是navi bar和navi bar的default的属性 刚刚采用的是默认的导航条的颜色显示 咱们把它做一个反转显示看一下效果 好 大家看到了 背景色由刚才的灰变成现在的黑 然后前景色呢由刚才的黑变成现在的白 颜色已经被翻转过来了 ok 不过今天咱们的例子中呢 不用这种反转显示 还有默认的显示 好 咱们现在已经恢复成导航条的默认设置了 ok 接下来呢 试试导航条内部的一个容器 咱们目前容器设置的是fluid流布区 好 在导航条内部 咱们首先设置导航条的头部 就是这个地方 目前咱们看到的是一个小图标 好 咱们看一下代码 在这个头部区域呢 首先是一个按钮的设置 这个来标识在手机等小屏幕 导航条内容显示不开的时候呢 会将所有导航条的内容隐藏起来 然后形成右上角的一个小的按钮 当用户点击这个小按钮的时候呢 导航条内容会显示在下达彩蛋中 咱们请注意看效果 ok 这个按钮已经出来了 咱们点下去 大家看到导航条内容呢 没有出现导航条而出现在下达彩蛋中 咱们再把这个浏览器的宽度恢复的话呢 导航条内容也恢复过来了 好 咱们再看一下 左上角系统图标的显示方法 首先是一个A 写上一个Navi Blunt 导航值是一个图标 然后在咱们标准的图标标签中呢 将图标的UR指定 那么就出来了 效果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进入咱们导航条的主体部分 大家看到我在这个地方用了一个DIV 导航值是一个可伸缩的导航条 这个是导航条的内容 对应的是这个UR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咱们有两个链接和一个选择框 咱们看这是一个链接 这是一个链接 都是标准RI加A的搭配 对 然后接下来咱们是一个RI的下拉框 就是这个地方选择框 选择框的内容呢 和前几期咱们介绍的选择框 下拉框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变化 包括这个分割线的显示 也都是完全的一致 这个地方呢 是下拉框按钮 下拉框的菜单 也都是完全一致 没有问题 而且呢 显示出来呢也是非常的美观 接下来咱们在这个档条中 增加一个检索框 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看到form属性多了两个class 一个是这个navibarform 一个是navibarlive的 说明这是一个navibar的form 然后呢 左对其下面的formgroup 和前几期咱们的from讲解 是完全的一致 然后呢 按钮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个呢就可以用于提交了 如果咱们在form上 增加一个action属性的话呢 和普通form的使用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呢是右边栏的显示 在右边栏中呢 咱们也看到了有一个链接 和一个下拉选择框 这个链接和下拉选择框的写法 和刚刚上面的写法呢 也都是完全的一致 没有任何的区别 ok就是现在这个效果 ok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全部的内容 我会把今天的代码呢放到开源中国上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